為您插播一則最新的消息 副總統賴清德原定 今天下午要出席 藥師工會的活動 結果一早就取消行程 因為總統府稍早也聲明 證實說副總統 因為他急性的下背疼痛就醫 目前檢查是發現 疑似是第一節的椎間盤突出 並發了神經壓迫 所以在今天下午一點半左右 在臺北的榮總來進行手術 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目前的勝利的結束 他們也經過了醫療團隊的建議 目前是先留在院裡面觀察 這是以上最新的情況